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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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爱国的蚊子 他挑人咬 他印度人他不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印度蚊子不吃咖喱吗 印度人为什么成生咖喱味 那是因为咖喱已经进化 达尔文的进化论你知道吗 不知道Google叫达尔文的进化论 适者生存 印度人已经吃咖喱 编码到基因的程序里面了 你知道吗 那他从小吃咖喱 我不骗你 我到医院去抽血 我怀疑到那个抽血的枕间 咖喱味 那个旁边的印度人 本来没咖喱味 那抽血真管一抽下去血 一弹出来 硬的血是咖喱血 血有咖喱味 那个抽血的枕间都是咖喱味 所以我跟你讲 印度蚊子 他不低印度人的原因 我个人怀疑是蚊子不吃咖喱 他要吃原味的 他不喜欢咖喱味的 你知道吗 所以很可怕 我们坐那铁车 到公司报到 基本上 我们公司没有网法 他也没有报到 也没有打卡机制 反正 你人家上得了飞机 飞机飞得走 就算你迟到 delay 他也没办法治你 他怎么治你 飞行员永远是缺额的 你迟到 他怎么样 你开除我吗 你怎么开除 你开除我飞机飞不起来 所以我们这公司 完全没有网法 你报到的时候 给你一根小小的吹管 去到他们医务室那边吹 没酒精 OK 然后下班回来 还要吹一下 以免你飞行中喝酒 这个吹 我在想也是做样子的 一检能源 也是公司自己的 那你怎么样 印度这地方 就随便 我们就上飞机 刚开始去飞行的时候 公司有个规定 机长 你一定要做一个 特别的模拟机训练 你要通过这个训练 你才可以给副驾驶飞行 印度又没有ERJ的模拟机 所以我们要飞模拟机 到法庭到巴黎 飞模拟机 那公司又省钱 又不想让我们把我们送去 巴黎飞模拟机 所以大部分我们的航班机长 都不能给副驾驶飞行 那副驾驶在那边又不能飞 他们坐在那边唱无线电 你觉得他日子会好过吗 印度又没有网法的地方 所以我们大家都随便 你要飞就拿去飞吧 反正地方随便 我刚说印度就是随便 随便 随便 我到这个公司 刚开始飞的时候 我跟你讲你绝对不相信 我怎么讲你们绝对不相信 你知道我在很多公司 我举日本就好 日本你去那边 去念一年就算了 你航路他规定你机长去 你要先当副驾驶 要先飞三个月 那在当机长之后 还要再飞30个落地 才能考试 变机长 刚去印度的时候 人家花钱嘛 去民航局 帮我缴了钱 我就莫名其妙考过了 拿到比试成绩 要开始飞了 所有航空公司 我现在到过 中东 中国大陆 日本 台湾 越南航空 每一个航空公司 你外籍机师去 或者你叫外面外招的 新的飞行员 到这个家公司 你才知道说 这个公司的 标准操作程序 是怎么样吗 结果到印度没有 缴了钱就拿到印度的执照 那我就问航路训练 要飞几趟才能放飞 他说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飞几趟放飞 他就排我一个明天 譬如说我明天第一天飞行 他排我一个四腿 飞四趟 第一趟跟一个老外叫人 我想说 那就四腿 那应该就是明天 至少圈领四腿 没想到我早上第一趟飞出去 落地之后 那个老外就下飞机了 他就说 古拜了 人家会换一个附驾上来 就跟你飞 他说你check out放飞 我在into 就这么一腿 上去聊聊天 飞过去老外下飞 教员IP 刷着拍着下飞机 看我就自己带FO开始飞了 飞行这个东西是因为 我们都有一套标准操作程序 就是你公司一定有一套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如果你这公司 没有自己的标准操作程序的话 至少 这飞机公司会有 譬如说787 波音原厂一定有一个 787的标准操作程序 如果公司没有自己的 我们就参考飞机 这样才能确保 所有飞这架飞机的程序是一样的 然后我到印度 不是跟你讲说 我连手册都没有 因为手册要花钱买 我就问副驾驶 公司有没有SOP 我没有 那没有我要怎么飞 就随便飞 你要怎么飞就怎么飞 这飞机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你知道什么是SOP吗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那不就每个机长的飞法 都不一样吗 对啊 每个机长飞法都不一样啊 那又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印度 完全没有王法 乱飞 你经过印度 那个印度无线电之烂 跟阳光一样 又有回音 然后常常在某个区段 又收不到 因为印度的航管的 无线电设备 是从二战时期到现在留下来的 所以那装备很差很差 理论上我们在飞行的时候 航管都有雷达 都随时随机都看得到你在哪里 在印度不一样 印度你飞到哪里 他就问 他要叫你自己报位置 有时候我听副驾驶报 我说 你现在报的位置是哪里啊 副驾驶说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你怎么乱报 他说反正大家都乱报啊 反正他没答案 他看不到 事实上他要知道我的位置 所以他要算隔离 但是他没有吗 那有时候在印度空域 我们要叫无线电 那有时候无线电 在印度无线电怎么叫都叫不到 我们一般程序 如果在世界别的地方 无线电叫不到 我们要换不少 换很多波道 不然要在应急波道叫 只要叫到为止 我们在印度飞的时候 只要叫不到 无线电就不管了 对我那时候 已经在台湾飞十年的人来讲 飞行可以 无线电叫不到 你就可以不理哦 这是航管违规 在所有世界其他国家 是航管违规 叫不到飞的时候 不要理 反正他开心了 他等一下就会叫你 我跟你讲 在印度飞大概两个礼拜后 你就被通话 反正一起飞 无线电叫 叫不到 不用理 自己飞自己的 反正他想到叫你的时候 他就叫你了 在世界各个国家 飞机如果停在外机坪 接空机有接空桥 那是机位多的时候 一般都是主员跟客人一样 要坐接驳车 到外面 我们公司所有的飞机 都是停在外面 是又什么时候 我跟你讲 那就是老板要打我们飞机 可是我跟你讲 我们这公司经常 你在那边落地 在那边等一等半个小时 三部开车来接你 因为我们这种人是从 有制度的航空公司出来的 你一般在文明的国家 文明的机场 敢在机场那边乱走 早就被他抓起来了 好不好 连我们飞群要下去绕飞机 到穿反光飞机的 在所有国家都要 你没穿反光背心下去绕飞机 被罚钱的 在印度 那时候不晓得你知道 要等到接车 接车就不来 副驾驶就说 航站就在前面 因为走路两分钟就到了 不然我们自己走回去 下班就算了 副驾驶就指了滑行道说 我看到一只狗在那边 我说有 副驾驶就说 如果狗都可以在机场走 为什么我们能不能在机场走 我就想一想 好像他讲的也有道理 所以从那一次之后落地 只要接车没来 我跟副驾驶就说走吧 自己妈的心里一临 就把他走回 自己走出航站回家了 印度机场 什么千奇百怪的东西都有 我大佬常飞印度 我那时候在印度南边 我常飞一些莫名其妙 奇奇怪怪的机场 我以前一辈都没飞过机场 机场没有栏杆 没有围墙围离的你知道吗 那种乡村火车站 就一个站 然后铁轨在旁边 那不是真正一个站 我到有些机场 它就像我叫 没柵栏的火车站 就一个航站在那边 也没围栏 那旁边都是稻田 就一个跑道在那边 这种机场我还路了不少 有一次 这种机场很小 什么灯都没有 都没有 什么灯都没有 就我们晚上开夜路 这些灯一定要打开 进跑道 Clear for take off 那若定灯一打开 前面一只牛 你知道吗 牛的眼睛很大 牛眼啊 晚上照下去发光 我跟副驾驶两个吓到 一只牛在跑道前面 什么样的跑道 你有飞过飞机 不要说飞机 也开着开山 就不会看到一只牛在正中间 然后我们就 油门就收起来 牛在那边不走 它不走 我不能起飞 我不能起飞 我就不能下班 那我们就用大灯去闪它 我们开关开关闪它闪它 它就是不走 最后没办法了 跟庄长讲 去把他后面的大声弓拿进来 庄长拿进来之后 我们把那个飞机的架上窗户 他妈摇下来 头伸出来 对着他妈水牛喊 喊半天 水牛这样 走了 灯打开 起飞 印度 印度 我这样跟你讲你们一定不相信 但大佬讲的都是真的 身心不骗 大佬跟你讲这么多事情 你们都不相信吗 对不对 我在跟你讲 有一次 我们飞行也是 空中飞飞飞 飞到一半 遇到乱流飞机晃两架 驾驶舱的门 整个门就这样 邦 就往后倾倒 就把整个门就 就倒了 它门栓整个断掉 所以落地之后呢 门坏掉 我们就要查最低装备需求 minimum equipment list 只要在上面查不到的东西 就代表一定不能走 因为这东西就是 有尝试这东西 没有你绝对不能起飞的东西 它就不用写在里面 譬如说飞行员的座椅 它不用写吧 你没有椅子 你怎么飞 不可能拿一个小板凳 坐在那边让你飞吧 我告诉你 印度真的有可能干这种事情 我们就落地就查 还真的查不到架舱门这东西 代表说架舱门必须要有 没有不能飞 这东西坏到外站怎么办 照MEL的精神来讲 这飞机不能走 完全不能走 总机制打电话来 Captain 你必须要把这飞机飞回来 就说没办法 这是第一 最低装备需求 不能飞 隔五分钟后 老板亲自打电话给你 Mr. Wang You need to fly the aircraft Back to China 怎么办 你飞不飞 你怎么办 怎么飞 怎么办 怎么飞 怎么办 怎么飞 最后还真的就是吗 找两个 一路他就扶着门 扶回来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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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 全世界这种事情 也只有发生在印度 有一次 他的那个 把Q-System壞掉 根据MEL 装备一个 需要合法的放行 也要一个 那就不行了 就不能走 那他有 Maintenance Procedure 机务的程序 就是 厕所门口要贴上封条 就不能让你用 那贴上封条理论上 那你就不可能载客啦 飞回 亲爱三个小时 就好像说 台北飞 胡志明好了 三个小时 你一架华航 737的飞机上面 厕所不能用 全部封起来 你这样飞机 可以载客吗 不可能吧 他当然 MEL 他没有说 不可能载客 封起来就可以 理论上 如果遇到这际情 你封起来 你可以飞 那你要 要码就飞机 逛起来 地面上修好再飞 要码就空机 不载客 把它飞回 home base去修它 我们公司怎么处理 你知道吗 公司那边跑去货机室 他说 Captain你必须飞 我说这不行吧 客人憋得住 我憋不住 可能公司说 不管 就是要把它飞回来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就叫空服员 去找了那个牛奶 那个大的牛奶桶 我跟副驾驶一人一个空冠 然后呢 他到后机室去广播 等一下搭 Paramac Airway的 什么飞机航班 回清奈 飞机上没有厕所 你们要拉屎 要尿尿 现在就在这 后机室解决 等一下登机之后 三个小时航程 在飞机上是没有厕所 我们以前公司就这样子搞 我跟你讲 我在印度起飞 发生做很多很多事情 有一次起飞 椅子卡榫坏掉 我们飞机的椅子 是可以移动的 但是只有高级飞机是电动力 其他飞机都不是电动 是卡榫的 卡卡卡卡 ERJ也是 有一次一起飞 赶子一带 飞机卡榫断掉 一带 飞机一带 仰角毛 整个就这样 整个人滑到后面 我一滑到后面 马上跟副驾驾 You have control 滑到后面 赶子都抓不到 落地 一样 MEL Minimal Equipment List 椅子不能过地 根本不用飞 公司说 一样 先飞回亲爱再说 所以我们公司 不管你飞机怎么坏 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你呢 不能病死他乡 隔屁要隔在自己老家 所以公司 下车后面 堆几个箱子 再货的 货箱 后面要不要堆几个箱子 在那边顶住 顶住就不会松动了 有一套 印度人有一套 什么想法都有 印象中印度有个 散弹枪故事 对对对 很多机场 他就拿散弹枪 驱鸟 但是他通常都在很早的时候 或者没有人的时候 在印度七奈那机场 我们边滑行 他旁边拿散弹枪 就在你慢慢打 吓到我边滑行 我都觉得他的散弹枪 会不会直接打到我架场里面 有一次 我跟副驾驶 我们就登机 我旁边人在上 机场有维护的军人 就印度阿兵哥 坐皮卡 两个开车 拿散弹枪坐在后面 机场路不平 他至少经过我们飞机前面 你知道吗 飞机前面有一个坑洞 就bump嘛 就bump一下 那他手拿散弹枪 就bump一下 咔嚓上场 打出去 就在我飞机前面 我跟副驾驶 我跟副驾驶 两个吓到 What's happening 那个枪要是拿歪 往我们架舱打 是不是就躺着回家了 大吼继续再跟你讲 印度的飞行故事太多 太多 有一次呢 给副驾驶落地 我那时候到印度 我已经飞了十年 我是飞了十年 才离开台湾 所以我自己其实 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 一个飞行员 偶尔落地落得重一点的都OK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做重落地 飞机弹跳 bump 不知道 就经过这个事件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公司 Peloma Airway的副驾驶 一个月根本飞不到几个小时 因为他都不能飞嘛 所以几乎都没有落地嘛 然后又是菜鸟 给一个菜鸟落地 那天下雨嘛 雨也不是很大 我也觉得OK 就一落地 bump 飞机扎下去 你知道 落到跑到右边 扎着反弹到跑到左边 好想飞机没事 但是很重很重 重落地 飞了十几年 没有这么重的重落地的飞机 所以我知道 这飞机重落地很重 飞机停好之后 飞机有什么状况 或者不管没状况 我一定要要写 在我把TLB Technic Notebook 机务维修本 我都要签Neo 或者有什么状况 我要签 我就签 Hard Landing Suspected 怀疑重落地 就我一签 他几乎就上来 机长 Captain 我跟你讲 你千万不能签 我说我已经签 他说拜托你就cancel 那要签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一签 这飞机叫Ground 叫做Hard Landing维修 三天 我说可是我明明就送落地 他说你不说 我不说没人知道 我说不行 我们飞机有一个Fly Quality Insurance System FOQA 以后到开一集专门跟大家讲解 这个系统呢 监测你飞行员做的每一样事情 你在地面上滑行速度太快 转弯角度太大 起飞拉杆拉的Pitch太大 拉的Pitch太小 爬升速度太大 要想得到任何的状况 这个东西全会把他记录住 当然了 包含重落地也会记录 我就说我们飞机有Fly Quality System 会记录啊 他说没关系啦 飞安市形同虚设啦 他打个电话跟飞安市讲一下就好了 不要千万不能记录 一漏个飞机要停飞 这个公司赚钱至上 只管不管这个事情 只要飞机飞得起来 没人会管你怎么飞 我说我不能把这钱取消掉 大老师前面十年是在一个 有体系有制度的飞行教育的 公司出身的嘛 我没办法想象 怎么会有地方可以重落地不签 签的又叫我取消掉 草菅人命 后来我就不取消 隔五分钟总细事就打来了 Captain Wong 麻烦你把刚刚的Hotland Suspect 先cancel掉 印度 有一次我们公司有一架飞机 飞机哦 机翼跟发动机衔接的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派龙 这个派龙上面裂开 裂多长一个手背 裂这么大一个裂缝 裂缝被发现之前 这飞机已经不知道飞了多久 那是我们公司有个老外 190几公分 绕飞机的时候没事 在那边跳跳跳一跳 看到上面有一个裂缝 公司就拿那个speed tag 贴贴贴 把那缝贴住 续续飞 谁敢飞啊 我们就老外打电话去民航局检举 参加过罢工 是在印度的航空公司参加过罢工 今天还来不及跟你讲在印度罢工的故事 然后今天还没跟大家讲 大佬是怎么逃离印度的 下次再跟大家讲 拜拜 拜拜 请订阅赞 订阅 加分享 FB 行人机长 共同占目是飞航管制GIG 可以提供一七八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来 还有 你 费